《艾佛神父》 现在介绍的是 《软掌手冊》第二部分 持有会软掌的职责 团体的策例与管治 可不可以和我们讲下主题呢? 我会用《老华神父》的说话来解释 他说我在米拉贝禄成为鲍斯高神父 而持有会的院长 是本会奉献身份的守护者和策例者 大会在全球各区 总共收集了316份的意见书 他们大部分都强调 院长应该是神恩的守护者 和策例者 今天我们要如何守护这个神恩呢? 有什么关键的方法? 大家熟悉的关键词 经验神圣的密契者 生活有爱的先见者 服务青年的耗福人 同时我们要留意他们不是各自独立的 这本手决策 这本手册的一段 第三 建立有爱的团体 第四 一份他们生活中的恩赐 并协助他们和青年 和所服务的人 建立适当的联系 这样总之会成长结果 成为生命的食粮 就好像教宗本都这样说 我们为生命的转化作出贡献 盛化我们每一日 我们的环境 我们的生活 令众人转化得更超似天主的子女 我们现在身处在罗马圣心大殿 这里是包斯高神父 在生命末期时筹建的 是他奉献给教会最后的一份大礼 我们会在此介绍院长搜查4.1 在圣神内的密契者 团体的神修指导者 介绍的是 总部中北欧区区长 鲁文神父 和总部南亚区区长 医造神父 鲁文神父 以你做省会长和区长的经验 请你帮我们介绍一下 在圣神内的密契者 这个题目中 4.4.1的 忠于福音劝语 是代表些什么呢? 在提到忠于福音劝语的时候 我老海中出现的是 很多结出会视的面孔 和他们的事迹 他们设计 以持有会的方式 活现了福音的劝语 说到神贫 精减和服从这三个圣缘 我们要首先为这三个宝石感到欢恩 因为他们是天主 借助我们的圣照 所赐给我们田里的宝藏 是宝藏 同时也是财干 是现代人 和我们服务的青少年 非常渴望见到的东西 正如教宗方制国所说 我们蒙照 是以我们的喜乐 来唤醒这一个世界 这个是法治内心深处的喜乐 我们每一个行动的心意 都是来自天主 我们爱心的力量 全部都是来自他 所以我们要全心全意全力地付出我们的爱心 4.1.2的题目是 个人及团体祈祷的策例 依族神父 请你介绍下 有关今天持有会会事的祈祷的内容 我们借用一下五十和五十一两段 旁边的点题来介绍一下 关注祈祷的质素 院长活出祈祷的人 他激励团体活现生活就是祈祷 院长自己就是活出祈祷的人 他更加激励团体去这样做 祈祷是心灵的呼吸 不单止对个人而言 对团体也都是这样 在这里 会是个人在祈祷上的修为 和其他的会事有着密切的关系 会献说得很好 让每位会事能善于祈祷 才能组成祈祷的团体 前面就是耶稣圣心的画像 是个神父建造这一座大殿 将祂奉献给耶稣圣心 祷告是和上主心对心的交谈 是上主赐给我们生命 并为我们个人和团体的每一项行动 赋予意义 方向 实质 和成效 没有我 没有我 你什么都做不了 现在由汪文神父介绍一下 4.1.3 关注神恩身份 在持有会的地方之中 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神恩事件 在1887年5月16日 包少神父在这个祭台上面 唯一一次举行尼撒的时候 他回顾自己一生的经历 令到他举行尼撒的时候感动落泪 到了那个时候 你就会明白这一切的了 这个是他九岁期梦中 听到最后的一句说话 现在在他去世前的几个月 他终于领悟到一切的意义 包括他一生所经历的事 和他所遭遇到的种种艰苦 我们的神恩就好像一条线那样 将我们众人和我们所做的一切 连在一起 我们越认识这个神恩特质 并将它们内在化 这样我们的行动和工作 就越能够被转化 成为上主、圣母、教会 要值我们带给青年的礼物 这样我们就能够活现到 包消神父的生命 现在要介绍的是有爱的先知 二、要求院长成为共融和共负责任的策例者 由总部地中海区区区长 温卡罗神父介绍 卡罗神父搜查这部分提到 院长职责主要是 一、促进团结 二、增强团体中的友情与沟通 三、共同建立一个开放及浩客的团体 在你任职省会长的期间 见到的情况是怎样呢? 今天的持有会团体里面 实践以上有什么困难呢? 搜查的点题是 公用就是使命 不单只是我曾经探访过的地区 而且在持有会世界所有的地区 都能够见到这样的情况 团体生活越是有活力 那会是在青年和平民当中的 临在和建立的事业 就越是能够产生良好的成效 包括共用、功夫使命 和生活福音化的增强 而在有持有会临在的地方 这种共用的精神 亦都进入了基督徒 和一般人的家庭 和社区的圈子里面 今天由于环境的不同 我们有更加多接触外界的机会 在这种新的情况之下 我们团体友情的表现 会比我们说的说话更加有感染力 包括教导、协调、宣讲时候的说话 还有一点很值得提的就是 会是团体 越能够表现出开放和好客的精神 就越能够加深它 和共互使命的平信图之间的关系 亦都增加家庭精神 更加能够加强团体和青年的接触 发挥外展的功能 最后 亦都会将会事间的共用强化起来 在二十八届全代会里面 都提到这里所说的东西 所提到的就是 我们是神恩关键性的核心 这里是卧室 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朝圣者来到尖养 鲍斯高神父那时来到罗马 参加圣心大殿的祝聖礼 他就在这里度过了在罗马最后的十八天 陪伴我们的有总部持有传教事业议员 Alfred神父 和非洲马达加斯加区区长Alphonse神父 现在我们进入院长搜查第二部分 4.3 介绍服务青年的好博人 这里称院长为 使徒使命的首要负责人 小冊子的书名已经表明 服务是院长身份必备的质素 在4.3的条文中更明确界定 他首要的任务是为青年服务 Alfred神父 我们可不可以说院长就好像终身执事那样 全程投入在服务青年的使命之中呢? 教宗方济国在圣知主义的讲道中提醒我们 缺少了服务生活就没有了意义了 实在愿意为青年的得救 而献出自己的最后一口气 是会早以生活榜样交道我们的 应该这样说 在院长身上要看到持有会式的服务 这个是从包销神父身上所学到的东西 条文中用了4个动词 来演绎服务青年的好博人 鼓励、协调、指引、鼓励 Alfred神父可不可以简洁地告诉我们 每一个词语带出来的内容? Alfred神父,请解释一下 在牧民爱德上给会士鼓励这句 鼓励这个词语应该将重点放在个人身上 而不是放在任务、组织和成效上 这个是我们从包销神父身上所体会到的 是一份恩赐来的 它能够从不同的人身上 例如假列路和路华 在他们身上发掘出最好的一面 为我们今天的会士团体 是一份珍贵的恩赐 因为今天的团体里面 多元文化和多世代的情况相当普遍 Alfred神父,我们谈一下 为使命的共负责任作协调 协调这个词是完全符合会献的精神 第四十四条这样说 教会交托给本会的使命 首先是由会省和会员团体肩负起来 先由教会交托给本会 再交托给会省和会员团体 同行协调为同一的项目 同一的目标而努力 这些都是院长履行使命的时候 需要的技巧和能力 也要求院长接受持续的培训 而会士团体也需要这种的培训 和我们一起工作的评训图 尤其是青年人 如果能够参与协作 可以激励和说服会士 接受功夫使命的意识 我们发现在这一点仍有不少的挑战 始终各人治理仍然是我们的主流态度 所以这里提出要为同一的目标而努力 并要彼此协助 做需要的调整 可能向共同的方向前进 奥伏神父 请讲下指引团体作牧民辨识 辨识是今日教会的用语 其实在福音当中看到很多的呼吁 天主的国就在这里 就在你们中间 在《中途大事录》里记载 中途多次对首批基督徒作出这个提醒 这就是鲍伏神父在生命当中所做的事 面对当时教会和社会复杂的转变当中 鲍伏神父为推动他服务青少年的使命 不断作出迎变 这个也是教中方制国在福音的喜乐通语之中 说明教会应该遵循的路线 鲍伏神父 请解释一下鼓励圣照的策例 俗语说 听其言而观其行 这个是我们会视团体为圣照的策例可以提供的 即是向和我们一起的青年提供一个 具吸引力的生活榜样 这个是首要也是最重要的事 因此我们指出 院长对持有会会视团体生活质素的策例的重要性 圣照策例的工作 当然不仅限于对持有会生活有兴趣的青年 讨论青年的世界主教会议强调这一点 而本会的青年牧民参照指引也都清楚指出 所有教育牧民工作的最终目标 就是协助每一位男女青年 按照天主对他们的期望作出生命的抉择 在会视团体里面 院长需要不断提醒大家 谨记以上的目标 院长手冊亦以聆听、对话、糾正、培育等用词 详细描述会员是圣照策例上面运作的工具和架构 所描述的是涉及日常生活和具体的事项 例如地方议会的角色、兄弟般的规券 也包括对联长会视的关注 和会员常规生活的一些安排 还有其他生活方面 我们都应该以个人和团体的方式作反省和参与 啊,原来 原来